這一定會擔心啊 所以就是 畢竟我們就是散戶嘛 小股民滿臉憂心 因為近期台股 以下大跌 以下大漲 捉摸不定 外資翻臉 餅翻書快 10月開局第一天 再度賣抽台股超過90億 但就算如此 仍有螞蟻熊兵大舉進場 台積店前陣子有買 但大概買 那時候前陣子 不是有跌到八百 八百六十幾塊 那時候有買 然後前幾天破錢 但破錢沒出掉 我想說先留著 就是想說賺個紅包也好 那目前就是變數 就是十一月五號的美國大選 我想過去在大選之後 都是上漲的局面 最近的整理也是反映過去 因為其實到前三季也漲了 大概二十幾% 漲幅也不少 然後最後一個整理 籌碼整理 然後我想在年底再看明年 應該都是一個不錯的成長性 散戶別也買 漲也買 根據證招所統計 截至九月底 總開戶人數不止再創新高 之中又以零到十九歲 還有二十到三十歲 佔比超過六成最多 不過經營中 ETIF受益人數 確實不增反減 成分股的韓台金 主要是市值型跟高股息 在做搭配 近期入港股的大漲 也帶動資金流向 港股以及入股的市場 難免排擠到台股的資金 所以其實在新台幣的部分 在三十一塊之下 進入震盪 美元指數如果跌破一百重要的關卡 往下走的話呢 那將會帶動 熱錢再回流到亞洲股市 面對中國降息降准 日本新手上鷹派態度 讓市場資金四處流竄 台幣一號盤中一度扁破 三十一點九元關卡 股會呈現兩樣情 才學中取的敷詞 台北報導